新城乡公所20号举行的布农族的摄尔记 布农族人以耳熟能详的布农族大会舞蹈开场 接续为布农族吟唱鼓调歌谣 布农族妇女还有青少年也舞出快乐舞 摄尔记是具有团结精神的教育意义 象征着团结友爱 也具有社会教育经济还有政治方面的功能 112年新城乡布农族摄尔记文化传承活动 20号在新城乡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办理 新城乡的和离台 新城乡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表示 瘦尔记是布农族人一年当中最盛大的祭典 除了祈求部落族人在农耕狩猎都能够丰收买在而归之外 部落长者会带领着所谓男性前往祭祀场 涉及猎物的耳朵 象征传统狩猎的精神 延续传承下去 我们联合国要邀请我们 布农族去参加将军相关的爆炸功 包括这个八部合一这个活动 所以说全世界都知道布农族这个族群 非常大的一个族群 所以今天的设计除了传承 主席所一定要下来各项的活动 也是攻守非常的尊重 我们各主所办的各项的活动的一个传承 全力来帮忙 我们都是一家人 阿美主化叫做狼马迪大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一起为自己祖先所传承下来各项的活动 大家共同来推动 共同来支持 我再次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患事如意 我们的大会能够圆满成功 现任层面人也前来参加设计文化活动 同时也肯定布农族的 九六门文化传承的工作 我们很荣幸能够来参加我们设计的活动 尤其是这是一个富有传承意义 而且是足以能够融合 而且凝聚我们不能够在新竹乡的一个最大的活动 在此也不多说 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 现任乡公署原住民事务所所长曾秀云表示 现任乡因邻近市区交通便利 就学方便 生活技能相当良好 跟在新城乡展的合力台的幸福施政 并极力推动文化传承下 成为族群融合的宜居城市 因此造就了青壮年首选本乡的定居 呈现出新城乡多元族群共鲁的特色 现任乡原住民人口数总计6645人 即平地原住民主4347人 三地原住民主2298人 其中布农族人口数约331人 因此本乡辖内首要的原住民主岁石祭文化祭典当中 每年5月举办的就是布农族社尔祭 新南乡在合力台表示 近两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许多活动以及一点提办 在疫情解封之后 本乡办理这次的文化祭祇 可将布农族精神文化传承下去 并可以活着布农族人们族群情感串联彼此连结 凝聚新城乡多元族群在新城乡 我们都是一家人 记得金鸿逸新城乡报道